快过年了 基隆市政府环保局特地举办112年 国家清洁月干净家园在基隆年终大扫除活动 各区区公所志工队代表以及环保局清洁队原代表 齐聚在安乐区妇幼馆前逝施 由小爱爸爸 基隆市长谢国良带领环保局长马仲豪 社会处长杨玉兴以及民政处长张渊祥等人亲自主持 呼吁市民好朋友利用年前时间大扫除 一起创造清新干净美丽新基隆 基隆市在主要的街道甚至在市中心 有时候也会看到其实有蛮多随地可以见到的垃圾 那这个都是我们未来要努力去改善环境 非常要的环节 所以今天的这个志工活动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那我们如何共同大家来打造一个良好的一个干净的环境 我觉得这个是未来我们最重要要做的一件工作之一 环保局长马仲豪也提醒市民好朋友 清扫完后的一般性垃圾务必把垃圾袋开口绑紧 如果是碎玻璃或是尖锐物品 请务必先用报纸或是麻布袋包紧后 再放到塑胶垃圾袋里面 再拿到垃圾车丢 减少清洁队员或是民众被割伤的意外 环保局也要呼吁大家现在在年节的期间 请大家一定要趁早把大家的垃圾呢 来做一个丢弃跟整理 那同时呢针对一般垃圾的部分 也呼吁市民能够扎盐扎牢 那如果大家要丢弃比较尖锐的物品 像是碎玻璃等等 请大家可以用麻布或报纸把它包得延时一点 一方面呢大家在民众在丢弃的时候 也可以保护大家的安全 清洁队队员帮大家处理相关的垃圾的时候呢 也可以见可能的不要受伤 这个部分再请各位市民多多配合 多多支持 谢谢大家 另外为了清扫环境不乱丢垃圾 以及爱护地球的观念向下扎根 小爱爸爸基隆市长谢国良 也到妇幼馆内导读环保会本故事 给幼儿园小朋友听 寓教娱乐 人家好几口全身都被淋湿了 好 除了导读绘本 谢国良也带领局处首长们和小朋友实地一起 擦拭整理书柜 清洁整理环境 同时也玩起垃圾分类的 有奖争达趣味游戏 让这群国家未来的主人翁 从小了解分类垃圾 爱护家乡基隆和地球环境的重要性 那读这个绘本当中 可以让小朋友了解到环保的可贵 并且要爱护动物 然后呢 要有这些环保的意识 那刚刚我们也现场教他们做垃圾的分类 那我们看到很多小朋友 虽然还在幼稚园的这个学龄阶段 可是就已经很清楚的知道 如何做垃圾的分类 我觉得这个是小朋友很了不起的一件事 但是唯有这样子从小去培养 跟从小教导他们做垃圾分类 我们整体才会有一个非常环保跟干净的城市 所以希望我们大家一起来努力 把基隆变得更好 更整洁 尤其我最近不断一直讲 我觉得我们基隆对于整洁这方面 对于干净这方面 真的还有很大的努力的工作要来做 希望我们能够共同来把它落实完成 小朋友们都分类成功 也获得小爱爸爸谢国良市长的奖品鼓励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